莫德納第二劑 你是跟裡面 莫德納 莫德納第二劑 接種站內兩款疫苗同時打 排莫德納的還不少 因為再不預約報到 疫苗就快過期了 我今天是打第二劑 對 第三劑 本來就預約這個時間了 對 我不知道 下期快到 我是在機場上班的 他們分這幾天來打 不管 我也不曉得 我自己有打就好了 催促一到三類人員 接種第二劑 長跟團隊甚至加大量能 上午場預約 從百人擴增到兩三百位 想辦法幫忙多打一些 因為盤點北市莫德納 截至七月二十三號 還有超過一點一萬劑 即將到期 我就是登記莫德納 都排不到 那我覺得可能政府太小心 小心到沒有打 打到最後就浪費 對 對 對 反而我們在後面排隊的人 就永遠排不到 北市副市長蔡炳坤表示 已進行各院現貨盤點 強調沒有任何一劑會過期 也沒有任何一劑會被中央收回 而以星光醫院來說 剩餘約七百劑左右 這週就能打完 莫德納本來規定只有 一二三類肌孕婦可以做第二劑施打 但是現在指揮中心已經開放這個碳性 就是一二三類符合資格 可以施打第一劑的話 是不可能會留下任何一劑 符合造冊資格的趕快來 畢竟看在部分民眾眼裡 打不到莫德納又羨慕又無奈 珍貴疫苗可千萬別白白浪費 新一色穿學士服戴畢業帽 苦度四年終於迎來畢業這一天 這是景大的畢業典禮 大家只要對得起身上所穿的制服 就是台灣人民的英雄 過去連總統蔡英文都特別令臨 為畢業生剝碎祝福 就能看出這個孕育警察的搖籃有多重要 但由畢業生來不及參加典禮 就被退學 一名紅信警大生 因為涉嫌散佈女網友的私密照 遭遺妨害名譽和恐嚇等罪嫌送伴 也因此遭到校方退學 紅信警大生原定2018年6月14號 畢業後就會派任警官 但3號被害人報案 他也因此遭到退學 但他主張5月底就送出畢業考成績 已經取得學位 但還沒成為警察 警大卻以最高道德標準 要求他退學 太嚴厲 不符合比例原則 提稿要求撤銷 相關規定有授權 警大針對警大學生相關的行為之下 可以出以最重可以開除學籍等 相關的行政程序方式 最高行政法院判警大生敗訴 認定處分合法 而警大生遭退學 包括四年生活津貼等費用 恐怕要賠償僅80萬 國家培養警官要價不費 若是畢業後為服務至少四年 提前離職就要賠償 四年苦毒為一時衝動 丟了學位還得付出代價 三宣部款黃映竹台北採訪報導 阿昭竹台北採訪法院 在國內 直播 三年